剧本都写不出的综艺名场面 原来他们对师兄们的印象是这样的 问小关谁有可能是本次运动会的黑马 小关回答 宋亚轩师兄 理由竟然是 就是 师兄看起来就是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可爱 原来我们亚轩的可爱都已经传到四代了 然后又问了王浩小朋友同样的问题 他回答的是 是马嘉琪师兄 一位马嘉琪师兄 他就姓马 你说这把刀立吗 我说小刘你不怕被哥哥打吗 盲眼四名牌环节正式开始前 马哥对队友说自己的暗号是马马马 旁边耀文听到后就欠搜搜的逗哥哥 好的暗号 好的暗号 还暗号 看着看着就还暗号 结果游戏正式开始后 小刘很大声的在那马马马 被马哥凶了 仍然马马马的喊 一定难度的啊 小刘都哥哥真好玩 我真的会被孙阿萱笑死 游戏规定要在游戏时间内把水送到队暗局 他历经千禧万苦 其他队友甚至还都为他互动前行 套案身后 连衣服的谁都不放过 满心欢喜的鸡蛋队的分数 结果 小马是有点的倒霉在身上的 守门的时候对足球有莫名的吸引力 上次运动会摔跤对上力量担当张震源 今年游泳比赛又对上湿地观景城 偏偏人家还是国家一级游泳运动员 于是场面就变成湿地已经在往回游了 马达奇还在往前孤勇 张奇 浅称一下吧 运动会的时候 当张奇习惯性地撑胳膊 却突然想起旁边是张哥 而我们张哥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小苏和师兄们极其快快的互动吧 我们也是明白环节 走着走着 小苏和小鹤相撞了 没错 又是萌眼环节 这里小苏和张张突然就开始跳起了一段双人舞 不要玩 喜欢表那个小猪费奇 只有萌眼环节 我们也别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